中国 中国原来是一个这么大的 而中国有这么多丰富的生活 和不同的地域的文化 特别是它的风景 是真是非常的优美和丰富多彩 因为我们去的地方 其实不是那些旅游区 或者说旅游的景点 或者说很有名的风景区 而是很深的山林 或者很边远的村庄 或者说少数民族的生活区 这样的一些地方 第一次使用文字符号 其实是刚才谈到的文字写生 这个系列 是从尼泊尔的写生开始的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过去的作品 我们可以从过去的一些版画中 包括这些附属系列中 可以看到符号 或者说类似于文字符号的 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在一个 田这一张作品里面 或者叫自留地 这样的一些作品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些庄家 这些蔬菜 或者这些树木 它实际上就像符号一样 比如说这棵树 它在一个木字的主干上面 挂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符号 这个符号在中文字里面 就是柳树的柳字 我们看它很像垂柳这样的飘下来 这块就是一棵大的松树 下面是杏树 这个松树 它在主干上挂了很多公字 公实际上是一个阴旁 这个部分就是很多的竹子 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草房 草房上面就是一些稻子放的一些干草 给它立起来 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的描述草的一个符号 下面这些黑色的石头 其实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的十字 最后它可以构成一种特殊的一种画石头的方法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在草原上的一个电线 高压线过去的 这个是树林了 等于这是在铁路边上的这种树林 路边上的树林很整齐 这也是一条大河的 这都是一些 我看刚才那个这块还有 你看就这组画了 它这些还是继续的 这组 就是这只是一部分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当时我在学校比较有名的就是画了很多塑写 说我一麻袋一麻袋的画 其实也没画那么多 好 好 一 二 三 二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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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